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哇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新的Jok Fairer的市 我們接下來一連兩集 就會帶大家看一下 新的Jok Fairer的市 以及舊的 有什麼分別呢 還有我們今天來 是會有挑戰的 我們就會用港幣100元 看看在這個蝦裡面 可以買到什麼吃 那我們就... Let's go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划賣食的行李 發現人流不算很多 那我們現在就走到第三條行李 但也找不到有什麼適合吃 因為很多都是餐廳 例如火山排骨 又或者是倒在桌上那些海鮮 我們現在也看看還有那些數街的食物 生飯生花現在下雨 大家現在大千輩 我們還沒找到食物 可能我們的500元 100元港幣計劃要中斷一會 香港現在越來越大雨 所以我們隨便入了一間餐廳來吃 然後我們逼著要吃一個 399的海鮮拼盤 還有點了一瓶啤酒100元 其實拿到下一點的位置 有些是凍 這個魷魚就很軟 嘩小腿 很硬 這些蜆沒什麼肉 很難開 裡面沒有東西 很多空殼 肉在哪裏 掉進去 這次應該有 但它的肉很小 而且不是很新鮮 不好吃 不好吃嗎 不好吃嗎 所以說一句冰鮮也比它好 這隻是大頭蝦 河蝦 河蝦 我們很喜歡吃蝦頭 所以一吃就知道它是新不新鮮 還好 味道很新鮮 可以嘗嘗它的河蝦 海鮮 其實躺在那裏吃 很快就吹冷了 我覺得這些海鮮的情況都是過口癮 當然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種類的海鮮 但質素上就只是普通水準 我自己覺得是水準以下 我覺得最主要過來是試過新鮮感 鋪在海面吃 好像野人用酒吃 有感覺 不過390元來試 沒有感覺 你計算港幣 它都是100元左右 100元買了這麼多海鮮 不明白 其實我覺得最特別的 100元是買了很多殼 這樣才爽 我最喜歡是尋寶的感覺 你每次以為它有 一打開 沒有的 那下才爽 你不要說什麼海鮮 這個是尋寶遊戲 我們現在再次出發 尋找500筆內的食物 但其實還有少許魚 現在買這個豬肉串燒 挺好吃 但其實跟普通夜市的豬肉串燒 差不多價錢 我都是15元 但它不是馬上燒的 它已經燒定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 沒有一咬 它的油會掉出來 而且有點凍凍 那麼簡單 吃完這個豬肉串燒之後 我們又要繼續找下一檔 就好了 肉串很小 芝士味很粗 芝士味很粗 然後那個扇貝有點韌 有點像拍紙膠 芝士味很粗 搶了扇貝也很瘋 因為我們買這個是中尺 L那個 完成扇貝應該會比較好 有米芝電在這裡 來吃飯 哇 好冷靜 哇 快點沒得吃了 給我 Cose up 給我 Distro 爛了的Cose up 我可以有一半 都可以拿下去 你手掌 雪糕有我的手的味 有沒有米芝蓮的味 不是很吃到 它不是很奶油的雪糕 它是有點像沙冰的感覺 質感 我們剛剛 拚了手掌雪糕之後 剩下310元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看看 有什麼東西吃 接下來它要買可樂 來夜市竟然買這麼普通的東西 但是它是出了煙 那些乾冰 真的 說真的 來到泰國 不喝可樂 不然沒有呢 為什麼 來到泰國這麼熱 一定要喝回 冷的東西 我們宣佈挑戰失敗 不算那一餐海鮮桶 吃不到500元就走了 因為我們覺得沒什麼東西吃 好回我來說 沒什麼東西很難 我覺得它太多 坐下來吃的店 變了夜市的食物的價錢 拉高了 它們每檔都差不多 真的有火山排骨 然後倒在桌面那些海鮮 檔檔都差不多一樣 它的價錢全部是300多以上 完全沒有了那種 我來吃的事就是想掃街 就是想便宜的那種 這個夜市 又不是說不值得來的 可以過來逛逛 但是吃的東西的話 沒問題 我們來看看下一集 舊的Joyfair是怎樣 大家記得like subscribe share我們的影片 如果有什麼意見 記得留言告訴我 拜拜 我們去那 去那些人 一起去那些人 那些宣告 你也有看